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奖 最近乙干基金会啊 他们成立30周年这么一个庆典上 乙干研究会创始人某博士宣布 说今年呀 布隆伯格奖授予者是谁 中国北京生命研究所的李文辉博士 今天咱们很多年轻人听到这个消息没反应 你要告诉说张三李四王二哪个哪个小明星 好 所谓流量明星 好家伙乌样乌样 嘶啦啦乱叫 据说这种线线要追星啊 在我看来 李文辉这种人才真是值得追一追的 我这个年纪的人 我遇到那种明星啊 比如说北京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见到那种明星 我眼着我老年年老 我不是年老色衰 我是老眼昏花 我眼着我不认识他们 我看不清谁是谁 你跟我打招呼我也记不住你 我怎么看他们长一样啊 尤其是女孩子 你能分出个儿出来了 分不出来 在我看来 这些年轻人呢 好好去选一门手艺 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 比在某些平台 某些企业的赞助之下 骗流量 倒牛奶 比这个要强的多 李文辉这种人呢 你知道他救了多少人吗 他做的一项伟大的贡献 直接造福人类有多伟大吗 但是我们今天的舆论氛围 我不知道像李文辉这种人 如果我今天这期节目不讲的话 有多少人知道李文辉 又有多少人知道明星张三 李四王五 劈个腿啊 是吧 拍拖了一个新人呢 演个什么剧啊 上个什么综艺啊 就能让大家呢 那么多人去趋之若鹜 我告诉你 这是一种病 这比乙肝还要严重的病 但乙肝的确是非常严重的病啊 在乙肝防治方面 我们这李文辉博士 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他发明了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呢 叫细胞受体 说的是乙肝 其实还不光乙肝啊 这个乙肝就是乙型肝炎 还有呢 丁型肝炎 国外叫D型肝炎 他就发现了乙肝和丁肝的病毒细胞的受体 什么意思啊 就找到办法可以对付了 李文辉博士长这样 大家看一看 这李文辉博士 他们两口子都是科学家 这件事啊 很多人不注意 所以我要多说两句 这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最高家 这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第一次得到这个奖 这个奖是谁设立的 这个设立这个奖的人本身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76年诺贝尔医学期生理学奖得主 叫布隆伯格博士 他的名字命名的布隆格奖 奖励那些在乙肝研究方面 在乙肝科研方面 乙肝治疗方面 做出重要贡献的推动者的个人 可以获得这个奖 这个奖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 以前就三个人得过 第一个人就是肝脏移植的开拓者 2012年 他这个 他获得这个奖 这个人叫托马斯塔斯兹尔博士 第二个获得这个奖 就是直接发现了饼肝病毒 就是以前我们知道 甲肝知道乙肝 这个人怎么 甲肝的制法也不对 这个乙肝的制法就没有效果 死亡率很高 后来才发现 原来还有一种 叫饼肝 饼肝病毒的发现者 这个人就因为这个发现 这个人他自己就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奖 诺贝尔医学奖 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叫哈维阿尔特博士 这是第二个获奖 第三个 就是人家获了诺贝尔奖 然后现在又获了这个奖 第三个获奖的是美国肝病协会主席 叫安娜洛克博士 第四位获奖的是谁 第四位获奖的就是我们的李文辉 李文辉博士 所以你说这个奖重要不重要 这个奖值得不值得 我们高兴一下 太值得了 但是从 我注意翻了翻最近的大媒体 好多媒体有那么一小条 好多媒体都懒得说 怎么就没有专访 怎么就没有报道呢 我是没本事 有本事我把李文辉请来 一定要请他讲讲 让大家认识 这样的 脚踏实地的 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才应该是我们社会崇拜的 我们年轻人效仿的榜样和对象 你说那小明星演个戏 就靠一张脸 我就想不明白 没有名其妙 小女孩见了 自拉拉乱叫 他到底有什么呀 说那俩长得特帅 特别像韩国的谁是谁 他就是韩国的谁是谁 他有什么帅的 帅什么帅 我就不知道他帅在什么地方 这个半疆典礼在线上举行 布洛克博士宣布说 说是发现肝细胞上面的乙肝丁肝的受体 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工作 而且这项发现 李文辉博士这个发现 促进了乙肝研究体系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 李文辉博士的发现 能够让我们合理的用于开发治疗肝炎的新的药物 他透露了一个消息 说现在呀 有一种药物已经被欧洲批准用于治疗丁型肝炎了 李文辉博士的贡献 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那当然掌声一片 李文辉博士是我们西北人 他很谦虚 他说我们对关键的受体 叫牛黄胆酸钠共转运蛋白 我每次遇到这种字眼 我都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反正一种蛋白 这发现呢 对我们来说只是研究的开始 你瞧人谦虚吧 第二他说 我相信未来还有很多呢 更加激动人心的发现 他说我们终将会找到治愈乙肝的方法 并最终消除乙肝的感染 他说我期待 跟大家一起努力 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多简单 但是他讲了 刚开始 接下来还有期待更多的发现 彻底消灭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大家一起奋斗 咱们现在小明星 我一再把李文辉和我们今天那些呢 我懒得说他们名字 其实我也说不立了 那些人相比 就是我李文辉这个博士 为什么今天没有 他做出这么重大的贡献 直接造福人类生命 生命健康啊 那么多人 我们都不知道这么一个人呀 你知道他 他这个发现 他乙肝饼肝这个受体的发现 能够 把饼肝我说错了 乙肝丁肝的这个受体的发现 能够直接造福多少人 拯救多少人 拯救多少家庭吗 李文辉 七一年出生在甘肃省 潘石屹老乡 甘肃省 2001年 协和一大 叫 叫原生 叫病原生物学博士学位 然后2001年到2004年 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 去读博士后 然后继续呢 分子病毒学的研究 2004年 人家就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假释了 哎 后来有一个事情 就是北京 咱不当年闹SARS吗 2003年闹SARS 那时候冠状病毒爆发之后 SARS冠状病毒吗 李文辉 在那个时候 他在美国 他跟踪研究 跟踪研究 在世界上 首次发现了 这个SARS病毒的细胞的受体 那学名呢 叫做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2 这是李文辉那时候发现的 也就是李文辉 不仅仅是在乙肝 在饼肝的受体研究方面 有重大科学研究 而且2003年 崭露头角 就是那个时候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这个SARS病毒 因为他死人死得快呀 所以北京一片紧张气氛 那时候我刚从德国回来 到北京落地 落不落 怎么办 北京疫情这么严重 我从德国回来 首都机场 没下飞机 直接就飞了上海 我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 比后来我们的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东西 那时候紧张多了 现在我们才知道 李文辉那个时候 做出了这么多贡献 他这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 它是SARS病毒的受体 最近呢 有一个 这个 协和医学院的 一个乙肝方面的专家 他 他有个说法 他说 这个受体呀 这个受体呀 也是新冠病毒的细胞受体 你注意呀 现在新冠病毒 和203年4月 肆虐中国的 那个SARS病毒 受体 所以呀 李文辉博士 为科学家研发药物 疫苗 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的贡献并不仅仅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次获奖 提到的乙肝丁肝 也包括此前的SARS 07年下半年 李文辉回北京了 然后就加入研究所了 然后呢 他现在回来之后呢 他就一门心思 专注于病毒感染 和宿主免疫力 这个领域的研究 特别就下死功夫 就在丁肝和乙肝 这个病毒 进入机制方面研究 到了2012年 他的团队成功的 发现了功能受体 主要在肝脏中表达的 那个学名叫 牛黄胆酸钠 共转运蛋白 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老说受体 受体是什么东西 受体 我让这个专家给我解读了一下 他说受体 是药理学生专用名词 你可懂可不懂 说了你也不懂 不懂 你给我们说说不行吗 他说药理学上 这个受体是指 糖蛋白 或者脂肪蛋白 所构成的生物大分子 你就理解一下 所谓受体 就是个生物大分子 是由糖蛋白 和脂肪蛋白构成的 它存在于细胞膜 包浆 和细胞核当中 不同的受体 有特殊的结构和构型 受体呢 生物学当中 那概念广泛了 说多人捏不懂 反正是任何能够 同激素 神经地质 药物 细胞内的信号 分子结合 并引起细胞功能变化的那种 生物大分子 都叫受体 他问我听懂了没有 我没听懂 我怎么才能听懂呢 他说你这辫子听不懂 你就这个问题 说到这就行了 你不用再听了 好吧 但是我知道 这个李文辉 他们两口子都搞研究 他媳妇更厉害 他媳妇 随建华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叫生物制品中心主任 两个人合作 然后就研究治疗乙肝的新药和新疗法 开发出来了一个治疗乙肝的候选药物 现在一期临床完成了 正在搞二期临床 三期临床完了之后 如果通过 那就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点上的一类新药 大家知道不 一类二类 大量的仿制药都是二类 原发性的 原创性的才一类药物 一类药物中国真的不多 所以李文辉这两口子真叫大牛 乙肝这个东西 周围很多人得了乙肝不说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传染 有传染性 说了之后别人各应 所以乙肝病人自己有一种心理 他特别谨慎 公块不敢用 这个不敢用 跟别人共用一双筷子 吃饭的时候 溜边 然后特别谨慎 不好意思 甚至谈恋爱 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自己是乙肝患者 有些名人自己也不好意思说 这个对人类健康损害太重了 但是这种人 我告诉你周围 眉边很多 地球上 曾经有 二十亿人 没说错 二十亿人 不是二十万人 二十亿人 感染一根 你算一下 现在新冠病毒厉害吧 全世界有二十亿 没有 那现在情况好些了 乙肝疫苗出来了 乙肝治疗 现在有规范的病人 抗病毒治疗 现在全世界有 有两亿 两亿四千万 到两亿五千万乙肝 慢性乙肝患者 中国占了一半 中国有一亿人 十四亿人当中 有一亿人 过去八亿人当中 就有一亿人 携带乙肝病毒 携带乙肝病毒 不等于发病 但是其中 一亿人当中 有三千万人左右 是乙肝病人 我说数字 你没看 我说 我说 说得快 我没说错 中国现在乙肝 乙肝 乙肝携带者是一亿人 但是当中有三千万人 是慢性乙肝病患者 一年死三十五万人 你说说 人家李文辉 这两口子厉害不厉害 现在研究这个东西 不但是国际获奖 重要的是造福中国老百姓 现在有的药物 抗乙肝 有 原来国外进口 治疗乙肝一年 要二十多万 现在国产化了 国产化 在这个药有限 它不能根治 现在乙肝病人 必须终生服用药物 我这个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早年得了一肝 后来我们知道了 好朋友 他是高手 得了一肝 得了一肝 那就到医院去正常的科学的治疗吧 抗病毒治疗吧 不 这个人呢 我们俩没事老争论 他说呢 他信这个 信那个 一会儿信这个民间疗法 一会儿信那个 甚至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女的什么画符啊 到山上去采集新鲜空气啊 他连这个都信 他老说斯马南 你是科学主义者 他说他不拒绝 想任何新思想敞开大门 他是要尝试 并且他自己呢 从山上下来感觉很好 我说你这样行不行 你在临床做正规的抗病毒治疗 然后你再去采集新鲜空气 好不好 他不听 他不听 我说你对谁不放心 你拿自己的命不能开玩笑吗 这个人你怎么就相信 他能够什么什么灵性 能治疗你的病啊 我告诉你 遇到这种人呢 你 我说实话 几眼的时候 我都跟他吵过 都很想大嘴巴扇他 因为他实在是草菅自己的命 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 结果怎么着 十几年的光景 从查体发现乙肝 什么乙肝病毒感染 然后呢 出现的乙肝症状 什么恶心啊 我吐啊 吃不下饭啊 不吃肉啊 然后呢 疲劳啊 一睡啊 什么样的症状 到后来 卖性乙肝 到后来 肝樱花 再到后来 肝腹水 再到后来 就走了 最不该走的路 由乙肝导致肝癌 最后 死在北京 传染病院 肝昏迷 说起来 真是哗哗哗的眼泪 我最近 我跟他们家属 还说到这事 没办法 这人自己 他不听你的话 你有什么办法呀 是不是 如果 如果像李文辉 博士他研究的药物 能够比较早的出来 那可能我这个朋友 就不会因此而救了性命 所以对待乙肝的问题 因为涉及到 我们很多很多的人 李文辉博士 大功于天下 即使现在 他已经取得的成就 他们两口子研究的药物 马上进入三期临床了 他对于乙肝和丁肝受体的 这个发现 这人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 李文辉博士 我是特别想认识这个人 如果看到这个节目 北京那个生命研究所的 或者是医科大学的朋友 你们认识李文辉 我特别想请李博士 在他有时间的时候 我请他们两口子吃饭 我要写一幅字 认认真真地送给李文辉博士 这样的科学家 是应当我们社会 大家学习的榜样 顺便跟各位说一下 以前那种乙肝患者 得了病之后 不敢结婚 甚至是考公务员 人就不要 后来说 中国得乙肝的人太多了 一亿人 你都排除在公务员队伍之外吗 后来就不能乙肝歧视 就即便是乙肝 携带乙肝病毒 那也不能不让他当公务员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们进入公务员队伍 没有问题 正是防止歧视问题 可是有死前 因为他的乙肝垂直感染 叫母婴传染 家族式遗传 非常厉害 后来 科学家做出重大的贡献 发明了阻断治疗法 就是孩子生下来 屁股上打一针 这小孩就不会得以肝 不会走他父辈那条道路 是什么东西给这孩子新的生命 是科学 科学之所以靠得住 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找不出比他更靠谱的方法来 现在对付新冠疫情 以至我们的邻居 残绝人怀 那种画面 他们靠牛尿 靠牛粪 靠牛屎 靠把牛洗得干干净 扔到河里边去 横河里边 圣洁的河水治疗 一概没有用 有用的办法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 那就是新冠病毒疫苗 中国生产能力 今年将达到50亿支 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 刚刚通过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审查 中国在疫苗方面成了很多国家依靠的对象 我们为中国科学家骄傲 我们为科学家感到骄傲 感谢收看们 下期见